聊一下你大学生活的状态 大学 我大学的时候经常 我除了上课 我基本上都在家里面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是每天待在琴房里面 就除了在上课 我就是就去琴房 然后因为我玩乐队嘛 然后我就会天天在琴房 跟乐队的小伙伴们康熙一起 然后在一起天天都在排练啊 然后选歌 就是就是玩乐很意思 然后后来就呃 待在家里了吧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 你第一次尝试拍电影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收获 好像我不知道 就因为这个电影是在 我们是在拍这个电影 而不是在演这个电影 对 就是它很真实地呈现了 我们就使用 对我们使用最自然的 该怎样就怎样的 去聊天啊 去生活 去比赛 去努力 去去去学习 都是在我们最自然状态 即使没有这些摄像机 我们也会做这些事情 就是这样的 嗯 那你以后是想要全方面的发展 还是说只是想进军影视圈呢 嗯 我觉得好玩我都会尝试 因为我 我本身 嗯 我我对我生活中所有东西都是 只要我感兴趣 我都会愿意去玩 对 就没有我 当然我现在 我最喜欢的是音乐 对 但是我喜欢音乐 并不是 只是因为我喜欢的 我只是喜欢而已 就没有那么的 伟大那种 很神圣的音乐就是我的命啊 没有音乐我就不能活 我不是这样的 我们音乐我也可以活 这是很开心的 对 他就是我喜欢的一个 就是一个兴趣爱好 在最后你有什么 想跟你的影迷朋友 歌迷朋友们说的吗 还有你在武汉的 呃 老师呀 同学们 有时间可以一起聚一下 今天晚上